2011年以後 我想我們從天堂掉到18層地獄 這個這個這個 為什麼 慘然過剩 慘然過剩 那我們跟大陸競爭 很辛苦 我就感覺他們用不完的資源 一談到對抗紅色供應鏈 太陽能大廠們最有感觸 和大陸槍持好幾年的雙反官司 終於拨雲見日 雙反的這個中判決定以後 所有的這個大家的懸疑都沒有了以後 其實各地的這個需求大概都回溫 比較困難的上半年度過之後 下半年大概進入到一個比較健康 而且正常的一個狀況 我認為這個產業回到一個 比較健康的財政的表現 是應該可期待的 茂迪執行長張炳恒松了一口氣說 深陷產業的太陽能景氣 總算是看到曙光 全球太陽能裝置需求 維持兩位數成長 尤其是大陸市場 中國宣布將加碼5.3GW 預估今年安裝量將超過23GW 穩居全球彈依最大市場 直言市場大餅還是在中國 雖然和對愛競爭對手 爭個你死我活 但小樣帶領太陽能產業 轉虧為盈也只能繼續拼下去 三順學生李宣台北重道